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我的工作 还有我的家庭 所以我家庭在这些酒店 我谢东俊绝对不做出任何犯罪的事情 包括这次性骚扰的银行 性贫法应该是要保护善良的人 不是人带来动作是穿着用 变成一个打赏白人的工具 我是谢东俊的太太 我跟她打赏的时候就知道 所以我很清楚她的草人 她用胸剥魂也非常尊重努力 所以我也可以用我的人格掛保险 她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性骚扰的行为 也不过监视器不是都有在犯罪的阵骨 你承什么不想生人 你拿性贫法来奔计一个不孤的高中女生 跟她说的是一个 用法律来做派贷的孩子 这样会不会太吵架 各位记者朋友 请你们不要专注 所以我们这参名结束后 我会开放给你们提问 其实呢 今天在记者会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我们有找到新的政务 虽然说不是在这种政务 但是就对当见面这个事而已 不是监视器外面所看到的那样的伴随 可以讨论其点才再谨询 这位是博敦高中的学生 他呢 他事件发生正前十分钟 跑到早上去校长室里面 调整宣视器的角度 这样造成 事件发生的时候 像校长和我的同学所站在围地 刚刚好是宣视器的世界 这个学生也是 是东西啊 其中的一个政务 这敢不想过 我们会记者 这是经过设计 用跨头高高属的 造成一个限制 我下校长 受到不暖 这样就对了 知道那些不像 他怎么做败地的政务 假裁 假裁东军有点自恨 跟我们晴天 过来一直在下校 自己搭水建国 我看到这鸭皮的时候 跟你们感觉很欢迎 知道怎么我搭山口呢 这样紧路 好 我真好说 你们这些什么担心 我们四位超监视器 跟谢东俊性骚扰我们萌子 有什么关系 我刚才有说 这就是一个真心设计 利用监视器的事格 来安排一下校长 你们现在 不知道是在看图说的故事 我们萌子早就跟我说过 这块谢东俊一群人 就三不五十来吃她的豆腐了 在这书底下 又跟她说一些曖昧的话 我们萌子觉得很怕 我们才会拜托四位 带她去瞧监视器 这样万不得 他这块 如果真的对她乎不来 就让她被人造成 把这个真心担心担心 来保护其他的女孩下生